介大使讲一下这个换球好了 这个美俄等国七个国家 八月一号进行了 这个换球算是冷战以来 规模最大总共是24名 那美国ABC就报道 你看到拜登直接参与了换球协商 当然这个成果要收割 都是拜登的功劳 那但也有的讲 这个时候是普丁要给民主党 政府一个大礼吗 民主党是更好的俄乌和谈对象吗 这个时候把这个成绩做给了拜登 普丁在打什么主意 不管如何双方都有这种 最高规格的大内宣 你看到这个普丁亲自接机 他就直接走到了机场 在下飞机的衔梯下面 亲自接机 那这个呢拜登也很会 拜登贺锦丽通通都来接机 有三名美国公民被释放 包括了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那当然就等于说是 拜登收割了这个成绩 川普当然要表态 川普说呢 对未来造成了一个坏的先例 我曾经呢 这个毫无代价的换回很多人质 而拜登却任由其他国家 勒索美国 所以这当时怎么看待 在美国选前的这个换球案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操作 算是普丁给民主党的一个礼物吗 这个当然就是说到底是不是个礼物 你看现在这个 这个两这个拜登跟川普 又开始炒起来了 对那当然就就就拜登来讲 他当然视为一个外交上的胜利 因为美国外交上有一个最大的前提 就是说要把美国人在海外 当做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 当做美国对外政策 最重要的一个重点之一 所以能够在海外 保护美国人在海外的生命财产安全 或者在海外遭受不公平的待遇 美国政府能够救助的话 这是美国政府显示他 这是一个强国负责任政府 最主要一个表征 所以美国历来政府都非常重视 他们在海外的这个公民的 任何的这种待遇 那当然这个你可以看出来 不但拜登去贺锦丽 也去也去这个 也去接机 那中间就是华尔街日报 那个记者的问题 事实上前两个月的时候 还在美国这个媒体上大肆报导 因为他被俄罗斯这个宣派 然后呢就要把他关起来了 那这件事情事实上的话 也是美国社会关切的一个议题 所以他有新闻的热度 所以呢这次事实上换球的情况 我看啊这个比例上是 俄罗斯放了这个 放了16个西方的 这个囚犯 然后呢西方放了八个的囚犯 给俄罗斯的囚犯 看比例上好像俄罗斯放的比较多 俄罗斯人好像比较怎么讲呢 比较直前的感觉 不过就是说这里面 双方都是在表面上做一些文章 那你要知道 其实你自己国家的公民 在国外犯罪 被国外给这个法律制裁 然后监狱 绝对不止这么一点 因为事实上我们国际法来讲的话 基本上我们是以属地主义为主 就是你任何人到了我的国家来 你要受我本国的法律来制裁 所以是我这个地方的法律高于一切 不能是因为你是美国人 你就可以用美国的法律 在我这块土地上 来怎么样 来这个 为非作歹吧 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属地主义 你看着 今天我们今天中华民国 你问法务部长 我们关了多少外国人 非常的多 那我们有多少公民 在国外被人家关也非常的多 我以前在这个美国服务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 我们这个总领事馆 有一个很重要工作什么 就是要去探视 在我们辖区里面 关在人家监狱里面的我们的公民 有人被关了二三十年 我们还是要去看 很远的监狱 也有我们中华民国公民 我们还要过定一段时间去探监 所以我认为这些 这一些被换的这一些 这一些双方的这一些 这一些换球的对象 我认为都跟情报有关 这个某种 这有没有未成年 对这些都相关了 然后就是说有一些 受到社会上敏感的注视 绝对不是只有 那个八个美国人 是关在俄罗斯监狱 绝对远超过这个数目 那这里面这个背后 就有很多 他不会讲的那么清楚 你看他有些受到英雄 是欢迎的 那很可能就是 俄罗斯的情报人员 对当然你看到这个普丁 普丁真的是怎么讲 就是蛮亲切的 他在咸梯旁边 每个下来的就有一个大大拥抱 特别是这个未成年的嘛 这个献花等等 可以说是这个做足了 那当然在俄罗斯 也是这个现场转播 当然美国也是一样了 都是这个对内宣传的一大部分 对就是这个样子嘛 我们知道说你在谈判桌上面 你想要得到的 你必须在战场上面你要有所成绩 那现在我之前在这边也 这个因为地形来讲 我经常每天在那边看俄乌的战况推演 我个人是觉得说 这红军村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 这个地方因为它有几条道路 是整个乌冬地区来讲的话 它后勤补给一个重要 有铁路有公路 然后在支达到哈尔科夫跟基辅都要经过这边 然后对前线的运步也必须要经过红军村 那如果说是俄军把红军村打下来的话 那乌克兰要有再反攻的机会就很难了 我不敢说他会不会投降 但是他要反攻 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指望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泽伦斯基讲这种话 他也很明显看得出来 就是这种口气上面要服软 他毕竟是一个国家的总统 又是西方把他视为一个英雄 他当然不会说公开讲说我就投降 我就认输 我愿意各样领土 但是你听得出来 他这种口气就是说 是一个很难的 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 那很难回答 你是不是就是暗示说是我们这个 就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那你给我一个台阶下 我就可以回答 或者给我一个礼物 或者是全民来公投 或者是怎么样 跟他刚开战的前两年 口径完全不一样 你刚看到那个雇佣军的那个比例 还有这个死亡数 你觉得呢 符合你当初之前的想象吗 对 当然符合想象 第一个我们知道 波兰本身来讲的话 其实跟乌克兰来讲 他们有等于怎么讲 就是彼此有亲密的关系 但是也有一些小矛盾 对 之前虽然说有小矛盾 但是最早的时候大家有说 有没有可能说是俄罗斯跟波兰两个 把这个国家瓜分了 他有领土企图心 地涅薄河为界线 对不对 一个是乌克兰 一个是俄罗斯 一个是波兰 一个是俄罗斯 两面把它分开了 所以波兰去参战的可能性很高 那西方这些国家去参战的这种 阵亡的这些雇佣军 我觉得有两种身份 一种就是基于自己本身来讲 为了钱 对不对 我去参战 其实好像我们台湾也有 跑去那边的 也有 日本那个很明显 它是不是为了钱 或怎么样去参加 但是我觉得北约的很多国家 进去来讲的话 不见得就是为了钱 而是说是 它没有中高级专长的 乌克兰的本身中高级专长的这种士兵已经打完了 没有了 那你临时抓来的兵 你没有办法操作这些武器 尤其是比较高端的武器 比如说是雷达 或者是导弹 或者是说这个电子战的装备来讲的话 所以必须要用这种雇佣军的名义去协助 这个乌克兰战斗 但是从它阵亡的人数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说这些阵亡人数是确实 那雇佣军都阵亡这么多人 那试问你乌克兰自己本身的 自己的国家的军人 包括他的这种警察 包括他的这个后备军人 包括他所这个自己本来的正规军来讲的话 我想阵亡的人数应该会更多 当然这位阵亡人数对于乌克兰来讲 一直是个秘而不宣 俄罗斯一天每天 在这个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上 每天整理报道 当然这个部分对于双方来讲 都是一个这个不能讲的一个公开秘密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ue Your Care 保湿 老师 Bir 毕竟 老师